电影《解放终局营救》正在热映 片中的城市巷战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过您知道这些精彩戏码是如何诞生的吗 日前接受采访时 导演常小阳为我们进行了深入的解析 紧张刺激的城市战争 配合机枪 坦克和榴弹炮等重型武器制造出的密集爆炸 将观众的肾上腺素急举拉升 在导演常小阳看来 下水倒立穿行的戏份最为激烈 那个时候大家可能会注意看到 很多的碎屑 气浪 还有冲击波的力量 以及炮火延展 覆盖完了以后震荡下来的那些灰尘 这些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大家看到弄到身上弄到脸上的这些 基本上都是实用的面 它是无害的 它并不是水泥粉 有没有水泥粉 真有 因为我们在水泥场的那场战斗是纯水泥粉 那个是没话讲的 因为就那个拍摄环境 但是在拍摄期间 我们尽量做到要真实 要逼真 要想 因为这个桥上要作战 有两辆坦克车要通过 还要有卡车 还要有士兵 关键是桥两侧还要装爆点 要爆破 在桥上要战斗 然后还有一百多个妇孺 在炮火中穿行 因为大人嘛 有的时候在那种烟熏火燎的爆炸 和这个冲击波下 有时候也发懵 也晕